超约给动Yukah Chichi 善善善善善善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ina 互染了一个新的头发颜色 好看吗 男生呢 有一点不习惯 大家看的还习惯吗 很焦虑这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三个睫毛膏 那我习惯的睫毛妆感呢 是一定要卷翘 然后呢 不能够厚重 要轻盈 是我不喜欢我的睫毛上面会有 太多颗粒蟑螂角的感觉 最后呢 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抗暈染 我个人比较不在乎 有没有防水 因为我的眼皮 不算会大量出汗出油的类型 但是呢 抗暈染 抗摩擦的话 我自己是会比较需要用到的 每一支睫毛膏 用在每一个人的眼睛上面 所呈现出来的 抗暈染跟防水效果是 都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眼皮 出油出汗的程度还有形状都不一样 像是我眼睛往下滴的时候 我的睫毛比较容易会打到我这边 我这边长得比较凸 所以我就会有摩擦的效果 那也看个人的习惯 如果一个人一直容易往下看的话 那它当然跟下面的眼皮 底妆接触的时间又会更多 加上呢 眼妆的皮肤 还有我们用的保养品 底妆都不一样 所以 睫毛膏在每一个人身上 会有的晕染的程度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我就是分享我自己的 使用心得给大家参考 如果符合你的使用习惯啊 你想要的感觉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我的老朋友 恋爱魔镜超现实 肌肠防水睫毛膏 这个的定价是340块 这一支睫毛膏呢 应该说是 经典中午精 睫毛膏的刷头本身是梳子形状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呢 它里面是一个比较湿润的状况 有包含着一根一根小小的 有点像手毛的纤维在里面 好 那我们先来刷在眼睛上面看效果 然后再来分享 新的睫毛夹呢 用的是这一支 无印良品的睫毛夹 睫毛刷的方式啊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直从下方 往上的梳一直梳 一直梳一直梳 然后它的纤维呢 就会直立的依附在你的睫毛上面 这里梳了一根超长的 好好笑 太长的话可以放生它 因为它没有立足点 炸开了 有没有 我的睫毛直接 直接冲到我的眉毛上面 兩支眼睛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么的夸张啊 我用这个鼻孔朝下的角度 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它 非常长 增长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完全没有那种 厚厚颗粒的蟑螂角 这刷一边的感觉 我好笑喔 这边好像一直一直 要这样的感觉 这一支睫毛膏呢 就是我细称它是可以直接 顶到眉毛顶上天的一支睫毛膏 本来想偷懒 刷一边就好了 但是觉得 还是要认真一点 敬业一点 努力一点 这一款睫毛膏呢 它是一款纤维 比较豐富 比较多的 睫毛膏类型 所以它在 睫毛膏的质地上面 会做的比较湿 因为它要确保足够 可以帮你把 睫毛膏跟纤维都沾到你的 睫毛上面 这样才不会说太干 导致 沾上去之后很快 就会 黏到别的地方 黏得不牢固 所以它的膏体 会做的比较湿润一点 刚用的话 可能会不习惯 但是用几次的话 我觉得就还蛮上手的 那如果一开始觉得纤维太多的话 可以先在旁边把它刮掉一点 不用担心 不用心疼 因为它的纤维真的爆多 你就算把上面刮掉 里面还是有一大管的 睫毛膏湿润的好处就是 它不容易干 所以你一支睫毛膏 我觉得相对比容易干的睫毛 可以用得更久更久 刷起来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根根分明 就是 根根分明又长长很多 我这一支已经用蛮久了 所以它的膏体 没有像一开始这么湿润 上起来非常好 上手很顺 好嘞 看下杯 两边都完全了 我这流海是不是有点烦 它最大最大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纤维 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你可以 增长你的睫毛 应该有0.5公分左右的长度吧 但是它增长之后 它不会让你的睫毛根部 有结块的感觉 它是非常非常顺的 黏在你的睫毛尾端 所以看起来会非常自然 然后根根分明很漂亮 那它就是一款 纤长加卷翘的睫毛膏 它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浓密效果 下睫毛的话 用这个 超级超级厉害 如果你是下睫毛很细 然后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来增加你的下睫毛毛量 因为它的纤维长度 就是刚刚好下睫毛 接起来会很漂亮的一个长度 不会太浓太长 又不会卡快 这一支呢 算是我 就是从学生时期 一直用到现在 经典中的经典 到现在 我即使用了很多 很好用的睫毛膏 之后呢 我还是偶尔会把它拿回来用 那它对我来说 它的防水效果 我觉得 在现在的睫毛膏来讲 并没有说非常好 但是足够我日常使用 不过如果用是像气垫底妆 或者是湿润的底妆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蓬蓬起来的地方 还有眼下这边 一定要定妆 不然它还是有蛮大的机会 会造成我眼下 有点晕晕黑黑的状况出现了 那在卸妆的方面 我觉得它是 相对起没有纤维的睫毛膏来说 比较难卸一点的 但是它又不到那种很防水 很厚的睫毛膏那么难卸 它睫毛膏里面的黑色膏体 是好卸的 可是因为它有 加了细细的纤维 所以在卸妆的时候 要比平常更仔细一点 不然那个纤维有时候可能 眉卸干净会掉到你的眼睛里面 会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不舒服啊 什么的 这样就有点得不偿失 那这款睫毛膏呢 它的特色就在于它的纤维 如果你是不喜欢纤维的人 你就不要选这个睫毛膏了 因为它的纤维真的是 比较丰厚浓密的 可以创造出非常非常自然的 睫毛膏妆小 但就是也有我刚刚说的那个缺点 它可能卸妆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 眉卸干净会掉到眼睛里面 会造成眼睛的不舒服啊 这个大家可以斟酌的考虑一下 选手2号是这支1028的 飞鲜浓 顺 翘 防水睫毛膏 名字太难了 然后呢 它是一支比较偏浓密 加上卷翘款式的睫毛膏 而且也还蛮防水的 那大家知道1028加睫毛膏 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维持 卷翘的效果一整天 不管在那边风吹雨打啊 还是流汗的 卷翘感都还是可以一直维持住 那1028这个浓密款的呢 是我觉得 在我用过这么多浓密效果的睫毛膏里面 又同时可以达到非常卷翘定型的一支睫毛膏 因为我的睫毛膏 算是比较不能够耐重的睫毛膏 只要是比较偏浓密一点 或者是比较偏厚重感一点的话 它就会慢慢慢慢慢慢的垂下来 但是这支不会有这个状况出现 虽然说它刷上来的效果 感觉还是会稍微略重一点 可是它的卷翘效果真的超级超级好的 好 接下来进入试刷时间 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 立志型刷法 然后往上拉 然后我会习惯在根部刷久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的线长效果 不是那么那么的漂亮 但是它的浓密效果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有没有 超扯的 就是像带了假睫毛一样的浓密效果 然后它上面还是会有一些蟑螂角 像我刚刚没有照进刷的时候 就有点卡住了 看一下这个厉害爆炸的效果 这边是还没有刷起来 这边是崩溃夸张 这边就是它有带了假睫毛的洋娃娃放大效果 我还没有画任何眼妆 眼睛看起来就是 两边插起来放大超多 那画了眼妆之后 眼睛又可以再更立体更大了 而且你们看它就是卷翘度 就是完全直直的立在上面的 非常厉害的一支浓密款睫毛膏 对不对 然后我这边也来把它刷上 这一支睫毛膏 我觉得它刷一次是最舒适的状态 会有一点点干硬硬的 但是又不至于到会让眼皮觉得很重很卡 再刷第二次呢 就会开始有不舒适的状况 就是眼皮会很重嘛 那如果你不介意眼皮很重 或者是蟑螂角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再刷第二层 但我觉得第一层刷起来 就是很美很美的一个效果 所谓的第一层就是 在它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你可以反复的一直刷上去 那这个时候堆叠的话 就不会有那种干干硬硬的 感觉 蟑螂角也会比较好把它拉掉 我的老天啊 我的眼睛感觉是快要 炸开了 那不过这一支睫毛膏 我觉得它干得很快 它比它粉红色的这一支 干得还要再更快一点 所以短时间之内赶快把它用完 不然到后面再使用的话 应该会很不好刷开 好啦 放弃瓏海了 我染了黑色的头发 瓏海 就是中分的时候 这里就会这样很僵硬 看一下效果 就很浓 很浓 很浓浓 然后也很卷翘 但是我觉得它就没有纤长的效果了 因为它这个膏体本身里面就是没有纤维 它都是黑色的膏体 可以增加睫毛跟睫毛之间的浓密感 但是没有办法增加睫毛上面的纤长感 但是这一支刷下睫毛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太粗暴了 太浓太可怕 所以像睫毛的话 我比较喜欢用恋爱魔镜那一支刷 可以刷出细细一根一根的感觉 就是在刷的时候呢 要小心翼翼的 像这边就有一点点卡块的状况 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另外再用梳子梳开 因为我觉得这样睫毛会有拉扯的感觉 我不喜欢 这边会有比较明显严重的卡块 就要等睫毛没有全干的时候 赶快把它梳开 这角度比较好让大家看到 根部的那些状况 那在抗暈染的效果呢 我觉得 他们家粉红色被子的防水抗暈效果稍微好一点 但是没有很 很极致的去分别的时候 是没有 不会感觉到差异太多的 所以这两支的抗暈效果呢 在我心里面大概都是90分到95分的高分 好 那换下一个选手了 选手三号呢 怎么可能没有KISS ME的睫毛膏 一支线长卷翘 然后一支浓密款的 因为呢 最近比较常用1028的那支蓝色睫毛膏 所以有点忘记 这两支的差别 反正我就是一边用卷翘 一边用浓密的给大家看 KISS ME的两支睫毛膏 有点分不出来 对不对 这个有弯曲的是有卷翘效果 这个是浓密效果的 那我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卷翘新长款的 啊 啊 啊 汉原 你的脸已经弄到毛了 哎呦 我把你捏起来了 哎呀 哎呦 黑掉了啦 看一下汉原 你的脸黑掉了啦 这脸黑掉了 啊 整那么可爱 整那么可爱 还带着浓密款的 浓密款的纤维就比较短 那黑色比较湿 卷翘款的这支呢 它一样是有纤维的 所以它是可以加长的 KISS ME这支 最厉害的就是 它很轻 然后它什么效果都有 它有一点的浓密 一点的纤长 然后超级卷翘 然后它一样是可以顶到我的眉毛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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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太容易会有蟑螂角 但是刷第二层之后 就要开始注意一下了 这个卷翘款的呢 我觉得是 目前睫毛膏里面来说 我不知道要擦什么 然后就每一个功能 都想要有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拿它 加上它非常的防水 很轻又很防水 但是呢 这支 它在刷头上面做的是 比较大 很大的刷子 所以如果呢 你是睫毛比较短 或者是你想要细修 细修后面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买这个size了 它有出另外一个尺寸 刷头比较小的 但是我不晓得 它用起来的 纤长效果跟 防水效果 会不会因为 那个尺寸的大小 有一点点改变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用过 那一支比较细的 但是KISS ME这支 它能够 经典不败 是 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它整体擦起来的综合感受都是 80分以上的高分 所以聚集起来 它就是一支很全方位型的 睫毛膏 然后我用它的话呢 基本上是都不会晕眼的 KISS ME线长的这支里面 它是有纤维的 但是它纤维没有 戀爱膜镜的这么浓厚 也没有这么长 但是是有的 所以睫毛的增长效果是 看得见 而且很不错 那浓密的这支 它也有纤维 可是它的纤维 比例会再更少一点 它的黑色膏体占的比例会再多 然后呢 浓密的这支呢 比较湿润 两支比较起来的话 好 那我继续来刷这边吧 两边比较起来 应该蛮明显的差别的 这边一样很卷俏 但是它整个变浓密了 拉眼看的话 应该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 这边 很浓 然后这边就是比较清淡 可是 就是浓密款的它有一个共通的缺点 就是 睫毛跟睫毛中间容易沾黏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那如果你的睫毛 刚好有空洞的话 就是你不是很平均的长睫毛 就很有可能会 空洞更严重 放大那个空洞的缺点 那 呃 仙长款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是可以很完美的打造 根根分明的效果 它不会睫毛跟睫毛 纠结黏在一起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三款睫毛膏 它们个别 谁哪里比较优秀 卷翘度的话呢 我觉得1028跟Kissme 是不相上下的 那在Kissme的浓密款 还有1028的浓密款 一样实用起来的话呢 我更喜欢1028多一点 呃 Kissme的这一款浓密款的 一样会有厚重的效果 然后 两个实用起来的缺点部分都差不多 那在防水抗暈染的部分呢 我觉得 Kissme的这一支 是我目前的 这三支里面的第一名 再来是1028的这一支 呃 有一点点稍微 如果底妆稍微太湿的话 就容易会脱妆情况的是 恋爱魔镜的这一个 但是这个是比较下来的结果 三支对我来说都是 有80分的抗暈染效果 就是对我来说是很够用 很好的效果 那最能够把睫毛膏刷出 冲出天气 超出一幕外的 是这一支 超出一幕外也太夸张了 恋爱魔镜的 超限时机场这一支 梳子状的纤维睫毛膏 那它可以刷出很轻盈 很根根分明的睫毛 好那这三支睫毛膏呢 就是我现在 心中的前三名睫毛膏排行啦 诶 没有排行 三支睫毛膏是有点 并驾齐驱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 今天的影片有点 不错的话 有点看头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赞 那还想要追踪 我的更多集中态呢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微博都欢迎大家加入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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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